这是一些非常奇妙的果实 圆润的外形鲜艳的颜色曾让很多人着迷 可是在戏里内却蕴藏着巨大的威力 虽然只是浅尝折纸 却能让人花容失色大汗淋漓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到底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痴迷呢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春节特别节目 非常过瘾之火辣的诱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大家好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在这我先给您拜个年 祝您全家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当然了 我们说过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亲朋好友们团聚在一起 团聚在一起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愉悦的心情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绝对那就是离不开吃 有些人喜欢吃辣的 有些人喜欢吃甜的 有些人喜欢吃酸的 还有人呢 专门喜欢吃臭的 过年了 咱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系列节目 就叫做非常过瘾 让我们来好好说到说到这食品当中的苦辣酸甜 那么今天呢 咱们先让辣椒飞起来 在很多餐馆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无论是热气腾腾的火锅 还是烹调出来的各种菜肴 都会见到很多红红绿绿的辣椒 在我们的生活里 辣椒通常作为一种调味品 添加到菜肴里 稍加点缀 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养成了适辣的习惯 餐餐必有辣椒 甚至到了不吃辣椒 就会感觉食之无味的程度 即使吃的大汗淋漓 满嘴火辣 也还是乐此不疲 受不了了 太辣了 以前我去到这里吃 这咕噜原是蛮好吃的 但如果一般就点那个麻辣会吃 就吃的沾不开嘴这种感觉 像火在烧一样的过瘾啊 重新人都爱吃辣椒 两天不吃辣椒心都发慌 基本上每天基本上都要吃辣椒 对于不吃辣椒的人似乎很难理解 人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极端刺激的食物 如此偏爱呢 这天海南省丹州市郊外的一个蔬菜大棚里忽然热闹起来 十几名前来参观的大学生被地里长的各种辣椒吸引住了 菜地里既有二十多厘米长 足有一千克重的柿子椒 也有长约两三厘米味道却很辣的朝天椒 面对眼前众多新鲜辣椒 喜欢吃辣椒的同学忍不住大口品尝起来 忽然他们的注意力被新采摘的几个金黄色果实吸引住了 黄灯笼椒是海南岛上独有的一个辣椒品种如乒乓球大椒 果实成熟后通体金黄 因其形状很像中国传统的灯笼而得名 爱是辣椒的人都知道 云南贵州一带出产的朝天椒非常辣 但是和黄灯笼椒比起来却差了很多 路过中景辣度单位的话 低到15万到17万个辣度单位 朝天椒是说的是比较辣一些 它的辣度单位一般能达到8万左右 以后我们通常见的一些线椒 可能是个1万都不到 七八千五六千个辣度单位 辣度单位是表示辣椒辛辣程度的标注法 也叫石膏维尔单位 辣度单位越高 辣椒的辛辣程度也就越强 由于黄灯笼椒的辣度非常高 所以海南人通常是把黄灯笼椒 和另外几种佐料混合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站着吃 而现在大多数人更喜欢吃加工好的辣椒酱 由于辣椒酱在制作过程中 添加了一定比例的南瓜粉 降低了辣椒酱的辣度 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后 其香气比鲜辣椒更浓厚 吃起来也更方便了 它的味道又辣 吃后觉得有点香香味道 直接这样嚼我们就没有嚼过 不敢太辣了 当听说黄灯笼椒是国内最辣的一种辣椒 同学们一下围了过来 一个身材灵巧的贵州女生 麻烈的把一块黄灯笼椒放在嘴里 她能受得了吗 听同学说黄灯笼椒不辣 一个重庆女生也尝了一块 她慢慢体会着辣椒的味道 有一点辣 有一点辣 因为不是说反正这是最辣的 那你继续吃 好像感觉有点辣味了 脸要红了 比你们的家乡辣椒怎么样 辣 要打嗝了 没关系 一位湖南小伙子见重庆女生被辣得直打嗝 就直接拿起了半个黄灯笼椒吃了起来 甜的 没想到黄灯笼辣椒在她的嘴里会是甜的 可是等她把半个黄灯笼椒吃进嘴里慢慢嚼了一会儿之后 脸上的表情突然有了变化 往下咽的话那种 就是有种那种火药那种太辣了 这样吃火药那种 这个朝天宵都没有这个辣 这个辣味有点怪异 在红楼这个地方受不了 在伞子受不了 不用 我喝水 先言言这位自以为很能吃辣的湖南小伙子低估了黄灯笼椒的厉害 猛烈的辛辣味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景一位贵州同学也要领教一下黄灯笼椒的厉害 在他吃下了一个黄灯笼椒的四分之三后 额头上很快就渗出了汗水 脸也红了我发现 脸现在是烫 而且还流很多汗 感觉这个厚劲比较准 刚吃的时候感觉会怎么样 但是吃了以后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非常辣 而且上我 还有少的都比辣 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平时最能吃辣椒的几个同学 被黄灯笼椒给辣住了 可能谁都想象不到 吃辣椒能吃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也专门拿了几个 咱们打开感觉一下 我天哪 马上神清气爽了 就觉得这样 一股辣气 就顺着你的鼻子直冲你的大脑 您别看 这个辣椒这么辣 但是据说它还不是世界上最狠的 最狠的就是印度的一种辣椒 叫做纳加辣椒 这种辣椒辣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我刚才这样 拿手一掰的话 这个手瓶你要是比较嫩的人 可能马上就会觉得火烧火燎的疼 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 或者干脆拿手朵来舔一下的话 马上有人形容是什么呢 不是天旋地转 而是立即感觉到一股 强大的力量瞬间就把你击倒了 然后你的大脑 它居然就能够停止工作了 辣椒这么辣 感觉让人痛苦万分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它呢 其实辣椒的原产地 是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明朝末年辣椒从沿海地区传入我国 由于湖南贵州等西南地区 地理环境非常复杂 食盐在当时非常昂贵 一般百姓根本吃不起食盐 所以辣椒传入后没过多久 就在西南地区吃开了 从今处四川吃我过 还有的话贵州 它这个交通不方便 吃蔬菜呀 吃其他的的话就比较少 那么的话 那个辣椒刚好的话 它那个辛辣比较刺激 它能够有一点点 就可以下饭了 这个可能跟当时的应该是跟经济状况 应该有一些关系 另外人们发现在辣椒的刺激下 人们不但可以胃口大开 吃辣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冬天吃辣椒它为发汗 其实是预寒的作用 你像红军过水餐的时候 不一定要喝一碗辣椒汤 这个原因 所以说一个嗜好 一个是确确实实 它能是有一些 起到我们身体这样预寒 这些作用 发汗的这些作用 渐渐人们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 对辣椒的耐受度也不断提高 有的人甚至还不断寻找更辣的辣椒 觉得那样吃起来才更过瘾 在云南德宏州首府 芒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被当地人称作小米辣的朝天椒 是称重后按重量买卖 可是还有一种叫涮涮辣的辣椒 却是几个绑在一起按数量出售 据说一个涮涮辣可以辣到一头大象 它的诞译里边说 这个辣椒它是叫 它这个涮涮辣是叫 麻片长线 意思就是说 可以拿死一头大象 由于气候原因 德宏一代的人们喜欢吃酸辣食物 通常用小米辣炒菜 或者把辣椒剁碎后放在调料里 据说 吃酸辣味的食物既开胃 还能够去除湿热 可是涮涮辣 它们却只是这样 在调料里涮了几下 就已经很辣了 因为它太辣了 吃进去会冒汗 头皮会发麻 整个人都是脸会发红发烫 直接可能会进医院 就是我们叫的那个魔鬼胶 也叫那个 那个是辣椒王 那个挺辣的 印度魔鬼胶产于印度东部 经国际权威机构检测 魔鬼胶中含有超过一百万 石膏维尔辣度单位 只轻轻一咬 嘴里就像燃起烈火 而产自芒式的涮涮辣 外形和印度魔鬼胶极其相似 有人猜测 这两种辣椒 实际上就是一个品种 所以一直以来 几乎没有人敢直接生吃 可是记者在采访时听说 附近有一位叫刘安东的人 就敢生吃涮涮辣 而且一次就能吃下一个辣椒 在带族一个竹楼里 记者见到了 能生吃涮涮辣椒的刘安东 这是我们带宏最好的涮涮辣辣 也是最辣的一种辣椒 平常吃的时候 就是这样涮涮就吃了 我有点爱吃这个东西 我就一般情况下 我可以吃一包 正常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涮涮就行了 我特别爱放吃 我就可以这样吃 那蘸一下 这样 放进去 吃一嘴饭 没想到 刘安东 刘安东把涮涮辣在佐料碗里 蘸了蘸 就坦然的吃了起来 看您的表情感觉不是很辣 你不信你尝一下 听刘安东这样一说 记者鼓起勇气 从碗里加起了一小片 涮涮辣刚放进嘴里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辣 可是往下咽的时候 突然感觉一阵难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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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一下你就不行了 我刚说还可以忍受不去咽下去 嗓的火烧火来了 这喝点辣还真是挺厉害的 满嘴都是口水了 如果是 就这样一包的酒啊 怎么受到一包死人的 真的死人的 明说了 就是光吃这个辣椒 光吃这个辣椒 要洗胃的 就业了 对胃的刺激很大 所以大老象嘛 三包上场辣可以闹死一头老象了 传说 大象 真实的 有了刚才的亲身体验 再听老刘这样一说 记者不免为他的安全担心起来 此时 餐桌上的所有人都停住了筷子 注视着刘安东 记者注意到 他的头上已经出汗了 当这个辣椒快要吃完的时候 老刘不但额头上浸满了汗水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僵硬 他还能坚持得了吗 现在就可以马上就要零 我觉得你看你感觉好像有点受不了这个辣 那眼泪都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已经吃得完 最后结束啊 完了 就这样 怎么样 最后 刘安东 刘安东 咱们这水里面转上两圈 然后尝一尝 体会一下 我要喝了 朋友们 你们记住了 真的感觉没法喝 已经闻到辣味了 水还可以在嘴里呢 感觉不是很明显 但是现在嘴唇已经开始有那种辣的感觉了 舌头开始有点发热 总体而言呢 就好像是平时吃这个尖椒肉丝 嚼到了一个干炸的红辣椒 多少有那么点意思啊 辣椒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你吃到嘴里之后呢 一下子这个辣味开始传遍你的嘴里 开始向你整个口腔 向你的大脑 向你全身涌来 然后开始发热 然后就是感觉到辣 啊啊啊 啊 赶快喝口水吧 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哇 但是太过瘾了啊 辣椒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如此的刺激之感 而且我们为什么会 很多人都如此偏爱辣椒 甚至吃辣上瘾呢 在第三军医大学大平医院高血压病研究所里 医生请来了两名年轻的志愿者 看一看他们吃辣椒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是吉林长春人 平常吃辣椒吗 吃的比较少 我就重庆本地的 那您平常吃辣椒怎么样 吃啊 我在重庆就没见过辣的火锅吧 一个生活在东北很少吃辣椒 一个生长在重庆 吃辣椒已经习以为常 不同的生长环境 不同饮食习惯的两个年轻人 吃辣椒后身体上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两名志愿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身边的仪器记录着他们呼吸 脉搏和血压变化的情况 等到身体各项指标平稳之后 医生给两人吃了相同数量的黄灯笼椒 很快 他们的嘴唇和眼圈 被辣椒刺激的已经发红了 我觉得这个辣椒最开始的反应就是在前面刚刚进嘴的两三分钟之内吧 他这个嘴特别火 是那种干辣 嗓子还有这个舌头干后面是辣得非常明显 大约几分钟后 孙芳的心率从开始时的一百次左右降到了八十几次 血压上升了二十毫米拱住 鱼号血压渐渐上升了大约十毫米拱住 心率却比吃辣椒钱加快了 志愿者的话 那他吃了这个辣椒之后的表现 应该会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能够耐受 有的人不太能够耐受 那么我们客观的指标上 可以在一些生命体质上会有反应 身体状况比较好的 他也可能会能耐受 对辣的程度能够比较 能够坚持的人他也能够耐受 不是特别敏感的人 那么人吃了辣椒后 人体所出现的这些变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短时间吃了以后呢 就是他可以是这个出汗 人出汗增多 代谢加快 心率也加快 有的时候还短暂的引起血压 那就是可以升高 就是因为是激活了胶感神经 是胶感神经兴奋了以后呢 这个它导致它的出汗 排汗增加呀 引起汗险分泌增加 胶感神经是植物神经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人体的呼吸 心跳血压 以及出汗 都是由胶感神经停止的 一旦胶感神经受到刺激 而兴奋起来 就会引起血压脉搏 以及呼吸的变化 人吃辣椒之后 出汗和增加食欲 就是胶感神经兴奋的结果 可是 仅仅让胶感神经兴奋 实际上还不足以让人上瘾 很多人喜欢吃辣椒时 带来的灼烧一样的强烈刺激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呢 在研究中 科研人员终于找到了原因 研究发现辣椒醋吃了以后 它可以引起脑子中的一些泰类 泰类非碳这些东西 这些泰类这些东西 它就是对那种 有一种轻微的这种 给人家感觉这种一种愉快感 就是成瘾的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 当然了 像它这个 你看不是那么很严重 但是它可以刺激这种 体内的一些神经介质 这个就是对人们产生 为什么喜欢吃这个 这个呢 也有一定的作用 专家研究发现 辣椒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吃辣椒不但能增加饭量 加速新陈胆泻 对心脏和冠状动脉 也非常有益 并能降低胆固醇 现在 农业专家培育出了 很多不辣的辣椒品种 可以让更多的人 从辣椒中 获得丰富的营养 现在的嘴皮子 感觉好像开始有点肿的意思 没关系 我还是能跟大家再说几句的 您看到了吧 辣椒它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富含各种维生素 对我们人体来说 那是有很大好处的 当然了 我们要提醒您一下 这东西好是好 但是任何东西 咱都不能够贪多 虽然是过年了 虽然说 我们可以甩开腮帮子 使劲吃了 但是您千万要记住了 这个胃可还是您自己的 辣椒吃太多了 对我们的胃 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人来说 也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事情 再有 我们电视当中请到的人家那位 可是多少年参加过各种比赛的 跟我们一般人它是不一样的 您没事 尤其是咱们好朋友之间 说过年了 大家伙 咱们打的赌 去吃辣椒 比一比 千万别玩这个 咱们还是说 过年了 就涂它个红红火火 涂它个热热闹闹 涂它个高高兴兴 好的 欢迎您明天 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客教频道 麻辣火锅 老麻超手 焦麻鸡 川菜因麻辣而闻名天下 麻辣 麻辣 麻和辣有什么区别 吃麻大赛上满头大汗 面红耳赤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四川人为什么如此的能吃麻 爱吃麻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春节特别节目 麻辣分家 麻辣